Hello 大家好 新年快樂 這是新年第一次的Live 想跟大家說一說今早在立法會發生的事 今早8點半就回來立法會開會了 今天立法會是開什麼會呢 就是開一個特別的內務委員會 討論在西九文化區建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這件事 今天早上我感覺像一個批判大會 多於立法會的討論會議 我不知道大家怎樣看故宮文化博物館這件事 我自己一聽到香港會有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 其實我很開心、很興奮 我去到各個地方旅行、公港也好 我一定爭取時間去參觀當地的博物館 我很羨慕某些城市 有些很大型的博物館 去到這些博物館 我都會看到很多小朋友、學生、一隊隊人 從小他們都會去博物館去看文物、認識歷史 去欣賞精美的藝術品 我會覺得對整個城市的文化素養 都有很好的提升 可惜我們香港一直都沒有很大型的文化藝術博物館 所以一聽到會成立博物館 我很開心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香港有博物館 但就算我們有地方建了一個很大的博物館 都沒有用 因為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非常重要的展品 所以今次知道故宮願意借出一些展品給我們 成立博物館 現在是說一千件獨一無二最珍貴的故宮博物館 裡面的展品借來香港 我是十分之開心 但很快就已經聽到一些批判和反對的聲音 今早的會議由八點半開到十一點三才開完 整整這麼多個小時 其實一直都聽到泛民反對派的議員 都在罵林鄭月娥司長 我也想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講一講 我對這件事現在的理解和看法 今早政府其實都給了一份文件我們 也有講解他們這個故宮文化博物館 在香港成立的內容 其實我挺開心知道 除了我們會有千件的展品之外 還有整個博物館裡面 會有故宮的書畫、圖詞、器物和其他藝術收藏 另外動會設兩個專題的展館 展出我們香港收藏家的展覽 亦打算有數碼的展覽廳 用尖端的多媒體技術 以虛擬的方式去展示故宮的建築特色等等 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們不是親身去到故宮 亦會有400座位的演講廳 以及多個教育活動室 這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很希望我們的小朋友 開始已經可以去到這些博物館欣賞 其實我自己很支持成立這個博物館 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好事 我會覺得由這個博物館 第一對我們香港市民來說是好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不是所有的香港市民 都可以特地專程去到北京去故宮 甚至我們去過北京 我其實都去過故宮參觀 走一天其實都行不完 走得建築物來 其實都沒有很多時間去看到裡面的精美藏品 我們知道故宮裡面的藏品 全部都是獨一無二 亦都是非常珍貴的 這次如果我們香港有了這個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其實會長期都有 那千件的舉世無雙的展品 會長期放在香港那裡展覽 我們所有的香港市民 其實都可以長期都去看得到 去欣賞這些這麼精美的文物和藝術品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們經常 尤其我很關心香港旅遊業的發展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香港缺少一些極富吸引力的 例如展覽館、博物館和旅遊景點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北京的故宮博物館 其實故宮博物館 是一個很受歡迎的旅遊項目 所有大眾全世界的人士 去到北京都必定會去故宮 我相信我們有了這個大型的博物館 而展出的物品都是獨一無二 這是一個很富吸引力的地方 一個新的旅遊景點 吸引到本地遊客之餘 也會吸引到國際遊客 對我們整個旅遊業來說 也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另外對我們香港本地的文化產業 也是一個很大的機遇 因為有了這麼大的博物館 其實我們在博物館的管理 文化人才的培育 民物保育的人才方面的培育等等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發展契機 對我們香港來說 真是百利而無一害 是大好事 所以我相信我和很多市民都很想盡快 可以來到這個香港 在位於西九 這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裡 欣賞到這麼精彩的展品 但是今早早 我就覺得真是好事多磨 今早早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都是泛民反對派的議員 去罵和侮辱林鄭司長 主要是針對幾點 第一 為何之前不做諮詢 第二 為何不做諮詢 以及為何要委任建築師 經過招標 不做公開的比賽 你們又說林鄭是毀壞了香港的程序公義 然後又說沒有了大演的表演場地 是黑商作業 甚至有泛民反對派議員說 現在我們沒有錢嗎 為何要問馬會拿 是不是林鄭或者政府 和馬會有什麼秘密交易 不讓人知道 所以就要這樣等等 這些我都覺得是無的放置 甚至我覺得是亂說的 我逐樣和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講資訊 今天司長也有解釋過 就是為何一早不中開諮詢 因為之前一直都沒有法確定 其實大家都明白 這些項目 其實我自己都做過很多年的 譬如做生意 我們都談很多項目 甚至我做NGO的時候 其實都有跟國內 或者跟國際上 都有一些合作的項目 無論是謀利 非謀利 都好 其實要談整一件事 其實真的有很複雜 和很困難 尤其是說不同的政府 不同的地方 以及有很多因素 不適宜太早對外公開 所以今天聽到司長的解釋 其實我覺得也是合情合理 因為如果你太早 受罰都未有一撇的時候 你拿出來問香港市民的話 在今天的政治形勢 我們有遇到一群泛民反對派的議員 是逢中必反的 你任何事情和中國有關 他們都會反對 好像今天早上 明明好事 他們都會說 你知道他們說什麼嗎 他們會說我 最好的中國的文物 都在台灣 都在英國 香港是否應該和台灣的博物館合作 和英國的博物館合作 為何要和中國的故宮博物館合作 聽到這些真是無名火起 他們為何會這樣認為 是他們自己是否無知 還是他們只喜歡踩我們中國 其實我們故宮博物館裡 很多很多展品 根本現在在故宮裡 看得到的展品 是少於百分之一 大部分精美的展品 都是舉世無雙獨一無二的 大部分我們大眾市民 都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看了多少 你可以拿多少你看過的故宮的展品 去和台灣或英國去比呢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說呢 所以如果太早拿出來諮詢的話 師長就會覺得 可能會令事情更加複雜 所以現在簽了這個合作的備忘錄 現在簽了這個合作的備忘錄 拿出來諮詢 再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不是問大家做不做 而是問大家在整個過程中 有什麼大家的意見 政府都想聽一下呢 這個其實都是 我覺得都是合理的 因為如果你太早拿出來說的話 其實就可能 其他省市會說 為什麼你和香港談 為什麼不和我談 可能真的好事更加多磨 就會令事情更加複雜化 第二就是 為什麼 還有好像 毛孟靜就去罵林鄭 說林鄭主動提出 去向故宮說 去成立這個香港的故宮博物館 是黑箱作業 是當香港人無盜 說就是 她說香港故宮的東西 北京故宮的展品 是不及台北 又說遺憾、憤怒、譴責林鄭 聽到真的很生氣 我們當然是希望 我們的官員 是主動 是有違的 難道他們被動 什麼都不做 你踢他都不動 才是好的官員嗎 所以這次我覺得 我就支持林鄭司長 我覺得她主動去做這件事是好的 大家知道 故宮博物館的展品 是屬於國家一級的文物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出境 這次談得到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但是你想想 這樣都拿出來 罵到別人的狗 怎麼搞呢 還有誰說 有其他議員又問 為什麼要對香港的程序公義置之不理 是不是隻手遮天 為什麼不早點拿出來討論 是不是要保密 就是這些東西要保密 是不是黑箱作業 我覺得這些都是 硬要抹黑林鄭 因為 無論誰有機會選特首 他們都是要抹黑的 是不是 講回諮詢 其實 這個就是西九的圖 其實西九 我相信大家都記得 整個文化區 其實諮詢了很久很多年 也很多次了 現在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其實就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其他那些已經逐步都在建 譬如我們有M加博物館在這裡 一個演藝的綜合劇場 我們也有大劇院 音樂劇院 音樂中心 中型劇場 全部都繼續在建 這些其實是不變的 在這個位置 現在就會建一個 香港故宮博物館 就是這個位置 其實在這裡建的故宮博物館 是完全符合整個西九 之前諮詢的結果 和規劃的結果 沒有改變用途 不需要過程規會 這次已經談了 由馬會去捐 35億去建 所以也不需要用到 我們現在政府的資源公帑 在這方面 其實不是故意繞過 我也不覺得是故意繞過立法會 我覺得是一個挺難得的 因為其實整個西九 大家都知道 已經經過了很多年的諮詢 以及整個西九 其實差不多每一個項目 都是超之有超之的 由百多億去到四百多億 為什麼西九管理局 解釋 為什麼找建築師總顧問呢 其實主要的原因就是 之前很多公開比賽 其實出來都是會嚴重超之 以及很難起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要贏比賽 通常都是比較誇張的設計 所以他們也聽到之前很多諮詢的意見 都是認為不應該給外國公司做 應該是給我們本土的建築師 如果今次公開招標 做了一些很誇張的設計 或者做設計比賽 出了回來的設計 又很貴又很難建得到 然後又會超之 到時候又會被罵 如果判了被外國的人贏了 我們政府又會被罵 或者我們也會被罵 就說為什麼又要被外國設計師 所以今次找了一個香港很知名的 而是在博物館很有經驗 也都在博物館拿了很多獎的設計師 所以這個問題原本也是我最疑惑的問題 但今天聽了政府和之前西九管理局的解釋 我覺得也可以接受 當然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給意見 如果大家覺得在整個設計上 應該有什麼訴求 大家有什麼願景 我覺得這個時候你也可以告訴政府 我相信政府也願意去聽 另外主要是有人不斷地吵 說原本這個位置應該是 一個大型的表演場地 現在突然間沒有了表演場地 就變成了故宮文化博物館 是不是很大的問題呢 我查一下資料 其實9月6日 2016年9月6日的時候 其實西九文化管理局的董事會 已經出了通告 他們已經做了一個大型的顧問研究 因為啟德那裡 政府會建一個很大型的表演場地 有5萬個座位 加上香港體育館那1萬多個座位 又會保留 所以顧問的報告就認為 原本應該是想著在西九起這個大型的表演場地 沒有這樣的需要 可以縮小 當時9月6日這個報告已經出了 也都宣佈了 新聞也都出了 當時又聽不到很大的反對聲音 所以上年9月已經做了這件事 當時還未簽到 故宮文化博物館這個項目 所以這兩件事其實是兩件不同的事 今天如果用這件事 因為沒有了大型的表演場地 就說強行搬走了大型表演場地 而變成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 這個說法是誤導市民 是不正確的 亦是不對的 所以今天其實我聽到整天的會議 我沒有機會發現 因為太多人排隊 但我就會覺得很深暗 因為如果我們泛民反對派的議員 繼續逢中必反 為反而反 總之跟中國任何有關的事 你都要矮化 你都要抹黑的話 我覺得是完全罔顧了香港人的利益 沒有顧到香港人的未來發展 剛才我也有說過 其實整個今次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我相信對香港來說 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對我們的下一代 對我們整體的文化界的發展 旅遊業的發展 其實都是非常之好的 而今次馬會也願意捐錢出來 也是非常之好的一個結果 其實今次政府也說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 是針對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 得到中央人民政府支持 而可以做到一個項目 真的是中央對香港的一份大禮 是回歸二十周年的大禮 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多些了解這個項目的詳情 了解裡面的細節 不要那麼容易聽到一些謬誤或者抹黑 相信他們所說的 今次沒有離開整個西九的範圍 其實怎樣要諮詢又再諮詢又再諮詢呢 要諮詢多少次呢 諮詢完又怎樣呢 例如港珠澳大橋 或者新界東北發展 其實都諮詢了很多年 亦過了立法會 但不一樣被有心搞亂的人 又去司法覆核 就算立法會通過了 又去司法覆核 其實都會不斷去拖延 總之和中國有關的事情 都會被拖延 所以我都不認為 事情要不斷地諮詢完又再諮詢 長期地去諮詢 以而不缺 缺而不行 我也很希望 政府是真的積極有為 好像今次這個對香港這麼有利的事情 政府應該做多些 所以我覺得這個月 其實都有很好的新年禮物 一個就是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第二個就是 在河套區終於可以發展的 港芯創科園 關於港芯創科園 我稍後再跟大家詳細報告 希望大家都給多些意見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都可以盡量和大家 找回答案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支持香港的繼續發展 我希望可以熱切期待 和大家一起去參觀 我們在西九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我們在西九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我們在西九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